大家好,我叫李敏,来自京东集团 那么很高兴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新零售技术、理念、工具 如何赋农传统产业变革创新 那么大家首先提到产业竞争 我们首先都会寻找一个对手 比如说国际知名的企业 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像麦当劳和肯德基 那么其实我们发现企业的竞争中 你的竞争对手是我们主要的关注对象 但是当前这个新的时代下 我们的成败其实与竞争对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大家所熟知的口香糖品牌 绿剑调查研究表明 绿剑口香糖的消费今年来在下降 是绿剑的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了吗 还是绿剑的竞争对手特别强了吗 其实都不是 那么原因在哪呢 原因就在于 现在消费者主要的消费的方式 已经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 从超市转到了电商 在之前的消费场景下 由于人们去超市购物 在结算的时候 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找零钱的问题 通常都会买一个口香糖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现在电商的环境下 找零钱的这种情况出现就很少了 所以对这个口香糖的需求也在下降 所以说我们认为 你以为你的对手是有商 其实你的对手是形势 比较明显的 我国的在日常消费品领域 比如说像康师傅方便面 就存在这个问题 他的金融对手 绝不仅仅是金麦郎 而是美团 看下面这两张图 左边是英特尔公司股票的走势 在90年代突飞猛进 获得了很高的增长 再看右面这张图 它其实是英特尔股票和 ARM股票两个的增长的相比 我们注意到 在近10年来 英特尔的股票其实增长非常的缓慢 或者是我们叫做增长停滞 而这个红线所代表的ARM股票 在近年来增长了6倍之多 原因在哪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 英特尔是处理器 它其实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台式机 是服务器 那么在90年代 我们进入到PC时代 个人电脑时代的时候 英特尔的需求肯定是大幅增加 反映出它的股票 也是在不停的增长 而到了现在近几年 其实人们购买的设备 越来的越小 越来越具有移动化 所以说我们现在 其实大家更感兴趣的是智能手机 而不是这种家用电脑 ARM这个公司 它就生产出了这种消耗能量小 移动性很比较强 计算能力比较高的 这种微型处理器 就非常适应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的需要 那么反映在股票市场 它的这个增长也是飞速的 所以我们说 你的竞争对手不是对手的公司 而是这个时代 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发展的速度 不能被时代所抛弃 就这个零售行业来讲 其实200年来 零售业一直在不停的发展 那么我们认为 它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也就是说产生了四个变革的业态的形式 第一个零售革命 我们叫做百货商店 在之前 这个商品并不是说是一个集中的展示 那么有了百货商店 商家的产品就可以集中的 在百货商店内供消费者来进行购买 那么由于它的出现 造成了我们这种大量商品的这种规模化定制 来支持成本的下降 那么也就造成我们这种消费升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次零售革命 那么第二次零售革命 就是连锁商店的出现 随着人们对商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需求越来越多 商品的液态也在随着变化 百货商店也开展了连锁 也就是说由一家变为多家 由固定地点变为离消费者越来越近 那么它是一个距离消费者越来越近的这样一个过程 由此带来的体验也是越来越好 第三次零售革命是超级市场的出现 像加勒福沃尔玛这种超大型的百货商店的出现 它大量的应用了新一化技术 那么从消费者的购买数据 商品的消费数据来进行入手 进行一些销量的提升 包括消费者的购物的体验进行升级 其实是给人带来了更多的体验 成本更低 效率更高 随着90年代开始 电子商务的兴起 我们说零售业态进入了第四次零售革命 那么就是以电子商务为主要代表 从线下的零售商业场景转变为线上 大家经过20年的发展 已经开始习惯了在电子商务购物的这样一种新兴的零售业态 尤其是近年来以京东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 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创新和应用 那么我们认为第四次零售革命 零售的变化的驱动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其实主要的比如说我们各个国家的政策的支持 像中国在政府方面 对电子商务 互联网家 数字经济等这种新兴业态 采取了鼓励创新 审慎监管的这种鼓励方面的政策 而且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测试 来帮助我们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 创造了一个有力的宽松的发展环境 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人均收入持续增加 其实人们的这种消费的理念 也在不断的变化 从原来注重产品的价格 也就是注重价格越来越实惠 到现在转变为注重品质 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消费升级的过程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消费人群的变化 之前消费主力人群 可能是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 那么现在消费的主力人群是80后90后 他们的消费习惯 消费特点都会随着改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 就是技术驱动 在之前呀 其实这种高新技术的应用还比较少 那么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银计算 这种新兴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由此推动零售业的快速发展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又为这些新兴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那么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